六组进入决赛的学生专心的做着南瓜料理 有油炸也有做成寿司 以及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吉拿棒 这是草屯正农会为了推广力南瓜产业 结合同德高中餐饮科举办的美丽南瓜创意料理竞赛 南瓜产业在草屯已经很成熟了 那我们融会这边的话 希望再把它做得更加深度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推动起来的话 可以让我们全台湾人都知道 我们草屯有那么好的一个商品 那现在我们站在辅导角色 也希望说他能够融合在地的特色 那也跟在地的学校能够合作 那所以说我们从去年跟去年 都跟我们在地的草屯正的同德 加上参林科的学生来做一起研发 那我们也以比赛的方式 鼓励小朋友发挥他们的无限的创意 除了是料理竞赛 更是一场精彩的食农教育体验 农会更是以伴手礼为主题 让学生们发挥创意 做出相当精致的南瓜美食 活动不仅考验着学生的厨艺 同时也刺激着学生对于时下餐饮市场的 敏锐感受度 做成蛋糕这种大众都比较容易接受 比较喜欢的东西 就是融合在蛋糕里面 我们蛋糕体会加竹炭粉是因为 就是觉得好像加竹炭粉 让它整体变蛋糕体变黑色 我觉得蛮特别 就不像一般蛋糕都是比较偏淡黄色那一种 而且它跟蛋糕的馅 因为我们的馅是南瓜馅 就是颜色上会有一点反差 结合在地的食材 就是锦炭棒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食物 然后我们想说结合年轻人喜爱的 跟本地的农产品去做一个结合 就是达到说实在地吃当季的这个概念 就是用面团与南瓜泥去做一个结合 然后就是在打面团的途中加入南瓜泥 出来的成品会有南瓜的味道会不够 然后我们会用南瓜酱 就是用南瓜跟牛奶下去打 然后再加点奶油 去民主于锦炭棒本身的南瓜味可能会不够的问题 这是草屯镇农会第二年举办的厉南瓜创意料理竞赛 希望在注重厉南瓜种植品质的同时 也能借由餐饮料理的多样性 协助在地产业进一步行销 厉南瓜的评鉴的时候呢 是注重厉南瓜的生产的栽培管理一个品质 那其实要怎么吃呢 这个对消费者来讲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重要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这两年我们跟这个同德高中的餐饮科 这边来做一个合作 然后我们就是提供这个厉南瓜的在地的食材 然后让这个用学生的创意去做一个发挥 今天这一个南瓜是给这个年轻人能够一个创意的一个料理 尤其是在于我们一直都把它南瓜当成一个食材 那他们可以把它演变一个点心的方式来供应来创意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草屯镇农会与同德高中餐饮科的产学合作 透过创意料理的方式 让农业行销查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也让大家更认识草屯的美食 进一步促进农产业的发展 记者张东仁草屯镇采访报道